早因书法风波越演越烈 而行动党则成为众矢之地 火箭元老林吉祥坦诚 目前人民已经对行动党产生严重误解 假如现在突然举行大选 他肯定保不住自己的伊斯甘达公主城国席 而行动党更会流失三成到四成的选票 林吉祥认为 目前行动党需要一些时间 来证明自己并没有违背人民 同时也没有背弃达成新马来西亚的目标 而且他也坚持自己在1984年的立场 那就是不应该强制教导找一文 行动党近来对找一书法风波 发表的各种回应 遭到各界连声踏伐 该党员老林吉祥坦言 现在人民已经对火箭产生误解 要是突然举行大选 他肯定保不住伊斯甘达公主城国席 而行动党在全国也会失去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选票 他认为现在行动党需要一些时间 让人民明白 火箭没有放弃人民 也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团结 自由 公正 卓越和林郑的新马来西亚的期望和宗旨 但是行动党领袖也必须在 持守建立新马来西亚的目标上 具有能耐 坚毅和决心 林吉祥说 他坚持自己在1984年的立场 找一闻不应该被强制教导 而他也认为 西蒙政府必须重新修订前朝 所编排的国语课本 同时教育部应该对各方的意见 抱持开放的态度 并且和相关团体进行公平的讨论 林吉祥说 西蒙入主不成之后的执政之路 一路来都是困难重重 他也余带讽刺地赞扬一些有心人士 透过一些举动 让各族人民都感到自身的利益和文化 受到威胁 而坊间对于他出卖华设 或是威胁巫义权利的谣言 林吉祥相信 只要大家情绪没有那么激昂 那么高涨 自然就会理解这一切 都是无中生有的指控 NTV7综合报道